你好 我是羽木 2015 3月23 靈魂綁定 靈魂綁定 靈魂綁定這個詞比較 有 遊戲的感覺 對,它其實就是 有一種專屬的意思 靈魂綁定 每個人 活在相同的世界裡 卻看著不同的天地 他努力裝載貨物 身上沒有制服 貨車沒有商標 裝載運送 運送裝載 走走停停的小貨車 看起來正忙碌 有時候 訂單地址很遠 遠到 模糊 難以分辨 他像個上班族 下了班 開著車 也就只是駕駛著 一輛交通工具而已 沒有 沒有明確的方向前進著 日復一日 他 查驗 好像 過去有送貨過 有去過的訂單地址 沒有特殊的感覺 對於送貨來說 這是 很尋常的現象 但是滿地零散的貨物 有的原封不動 有的被翻找過 被拿走了一些東西 他才明白自己 只顧著送貨 卻忘了請 對方簽收 說也奇怪 別人 不曾 來電申訴 自己 也不曾 去電確認 原來給歲月捉弄了 每一張訂單都來自歲月 所以也只會有一個地址 一個靈魂綁定的地址 貨物屬於靈魂綁定的地址 就像有些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以交給別人 甚至願意告訴別人 但是人家不會收到 人家不會明瞭 這些靈魂綁定的貨物是什麼呢 好的 分享不了 壞的 拋棄不了 全都在他的貨車上 追著歲月跑 廣播播放著歌曲 加德滿都的風鈴 他想起風鈴也是屬於靈魂綁定的貨物 只是想不起來 什麼時候出現在他的小貨車上 但親自搬紙箱上貨車 這一點很重要 他不會記錯 也不會忘記 將貨車停在路邊 下車去找找看 那個紙箱還在不在 紙箱裡 看起來很像是風鈴的 的東西 有點重有點舊 他慢慢拿進仔細看一看 因為有膽量 拿起這些有過風霜的東西 會擔心 還沒看清楚就已經粉碎在紙縫間 必須格外小心 東西上面刻著 沒有輸贏的爭吵 他閉上眼 他想起來了 他回想起來了 就是因為風鈴一直在車上 使他知道 卻仍是繼續由他發聲 下頭還有一排字 放下堅持的好 這不用回想 因為他太熟悉了 那種美好一直以來聽也聽不懂 懂也不願意做 做又做不好的 美好 同樣的也是因為在貨車上 使他不斷產生相同的感觸 不知道下次是什麼時候 再度擁有此刻的膽量 打開這個紙箱 所以他決定寫一張字條 在紙箱外 字條上是 不要相信風鈴會造成共鳴的啟發 那只是美化人生的物理名詞 他不相信共鳴所帶來的認同感 於是選擇主動 只有被動吸收才會產生共鳴 也只有被動吸收的時候 才會感受其他東西是否能夠打動自己 他相信人不是活著來被打動的 所以他選擇主動活著 活著會遇見爭吵 爭吵帶來充滿空虛的疲勞感 越是劇烈 越是空虛 這種感覺驅使著他避開下一次爭吵 但不代表這種感覺在其他的明白人 內心當中產生了共鳴 而只是一種選擇上的吻合 只要曾經主動 便會擁有淋漓盡致的體會 也就可能出現相類似的選擇 至於會不會上癮 那又是另一種選擇了 在這次的選擇 是否則是否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選擇 有所謂的選擇 是否則是否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